看見地上標示 馬上放慢速度停下來 結果就聽到 接著兩方在停等紅燈時 起爭執 你看了他們懂國字 地上一個停車在開 不會停嗎 你有沒有駕照 駕使二話不說 竟然直接從口袋掏出 紅色證件 上頭竟然寫著 國安調查證 看似有模有樣 放上自己照片 職稱更是用麥克筆 寫上督察長 事後騎士 氣得發文指控 沒想到經過三個多小時 國安局人員 靜眼真的看到了 國安局這邊看到網路上的影片 看到他出示所謂的 國安調查證 懷疑這是假證件 然後以 偽造公務員證件的那一條去告發他 然後請我當證人去做筆錄 那時候拿出國安調查證的時候 我有點緊張 因為我怕他對我做出什麼 會傷害到我人權的事情 昨天早上將近八點 上班上課尖峰時段 新北市系指大同路跟中心路口車流量相當大 有騎士行警依規定 停了下來 沒想到就發生行車糾紛 過程中對方秀出的證件也遭質疑是假的 私下瞭解其實根本沒有國安調查證 只有通行證 甚至連職稱也是駕駛自己亂掰的 這回在路上跟人起口角 不只家身份曝光 他不遵守交通規則 也被警方一一揪出來 包括媒系安全帶 手持香菸 連續按喇叭等等 最高可開罰兩千七百元 一期糾紛 竟意外發現民眾假冒公務人員在外耍官威 TB新聞 炎日省李傑 顏盛芬新北採訪報導